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深前播出及爆款 剧组最应该感谢当年让这部剧不过审的人员 战争谍战剧深前已登陆央视八套傍晚当剧场 爱奇艺同步播出 该剧由刘国辉、赵丽君指导、陈毅、影儿、刘欢、侯梦瑶、张天阳、韩成宇、何中华、张博宇、李泽、徐新宇主演 剧情主要讲述了爱国青年云洪参与文艳明智破迷局 终于揪出窝藏在国军内部的日方特工 扭转长沙战局的英勇故事 这部剧已经积压了几年 本想着是一部烂剧 收视率会很惨 谁知播出即是王炸 收视远远超出同时间段播出的其他电视剧 目前看来 该剧应该是央八同时段播出的年关无疑 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深前剧组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审核人员 正是他们让这部剧压了四年 一直等到成一成掌位顶流才播出 这部剧杀青石 诚意还默默无名 看得出他的表演还非常青涩 即使这部剧当年就播 收视率也不一定比现在好多少 因为大部分观众不是冲着剧情 而是冲着诚意去的 依照诚意当年的知名度 相信就这剧情 很多观众会直接弃剧 剧情实在太混乱了 编剧脑洞开到天际 这是给观众玩智力游戏呢 感觉一个脑子根本看不过来 要借几个过来才行 剧中出现了汪伟76号 煤机关 军筒 特高科 地下党等等 线头多的数不清 并且都是齐头并进 出场的人物太多了 显得乱七八糟主次不分 也许跟剧情的删减有关 这剧被压了四年 肯定会删掉不少情节 导致冬一郎透西一棒垂 没有一点连贯性 看得人云犀利糊涂 分不清头绪 以往都是我方人员潜伏在敌人内部 这不具反其道而行之 是我方人员深挖小日子 潜藏在我方的特务 不过目前看来 以我方这些人员的智商 不等到最后一集 这个隐藏多年的特务 肯定查不出来 可惜了 唯一可以跟坤无抗衡的 王静松饰演的云木之 却被导演早早强行下线 也不知道编剧是怎么想的 云木之好不容易金蝉脱鞘 以假死摆脱了日本人的怀疑 结果没几分钟他就真的S了 不明白既然要他即将下线 为啥前期还要费尽巴拉的来 制造一场假死